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徐沛玉 今天我带您打卡新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 中国伊托 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拖拉机 1955年9月17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 拖拉机制造厂董工兴建 毛主席专门为这个拖拉机起名的事呢 做了一个批示 我父亲有一天 他那个在路上就是听到这个职工的业余合唱团 在排练歌曲唱就是东方红 这我父亲就就就灵机一动了 就是这个东方红 这不也可以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拖拉机的这个名字吗 这个名字具有很深刻的这种含义啊 还体现了中国人这个翻身解放的这种心情 1958年7月20日 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 身披红花彩虫 轰隆隆的开出厂区大门 工人们更在后面敲锣打鼓 两旁挤满了前来围观的群众 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大幕就此拉开 全场的职工家属都拥到这个厂门口来观看 地域拖拉机从大门使出来披红带花呀 就像一个家长自己的一个女儿要出嫁似的那种感觉 从厂里出来那种民族自豪感 那种职工的这种成就感 全场都沸腾了 1959年11月1日 新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正式落成 开启了中国人民耕田不用牛的时代 一台台拖拉机 源源不断地从洛阳开往全国各地 东方红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牌 在1999年11月1日 获得人定 结束了 中国那么几行业没有知名商标的理事 也实现了这个 哈南森没有知名商标的另一个突破 对中国依托来说 它极大的增强了 企业的平台竞争力 2010年 中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动力换档拖拉机 在中国依托诞生 2016年 中国依托发布中国首台 无人驾驶拖拉机 60多年来 中国依托走出了一条 有着中国依托特色的 自主研发 自主创新之路 现在后面这一台就是说最新的就是无价式的 无人驾驶的托拉机 它可以实现所有档位的切换 然后它这个托拉机的最大的特点是 它可以进行那个远程启动 远程熄火 然后作业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的干预 这个托拉机的它的主要部分都是自主研发的 尤其它的控制系统软件全部都是自主开发的 1959年10月 周恩来总理视察依托时曾说 你们是中国的第一呀 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 与中国第一的人才 闯中国第一的业绩 这三个第一呢 60多年来 始终做依托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来指导依托公司的发展方向 从前些年我们托拉机 从我们的仅仅自由履带托拉机 后来发生了小四路的托拉机 这些年我们从这个无极变速 动力换挡 一直到无人架子 这些公司呢 这些年在产品上应该是始终没有停 60多年治风目雨 中国依托已经成长为大型综合性装备制造企业集团 拥有完整的农业装备产业链体系 从牛羹到鸡羹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粮食生产年年丰收 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六年 稳定在1.3万一斤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